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站在远处的血甲傀儡 把手中的银闸一反抓 突然浮现出一团绿火出来 里面包裹着一个迷你形的金色的小猴 一脸惊慌之色 冷笑了一声 血甲傀儡一抖手里这宝贝 顿时这闸面表面荧光一闪 这小猴一声惨叫 绿光就从灵火中灰飞烟灭了 这个时候 血甲傀儡的目光望向另一边 这间那边的血袍人 竟放出了母许大小的白雾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纵然两道闸影 在不停地来回斩杀却仍被血袍人诡异地 堪堪躲过 血甲傀儡目光中 滤芽一闪 突然把手中的闸刀啊 往空中一抛 顿时这闸刀荧光大放下 木然从上面分射出无数道闸影出来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一般 这一下啊 原本神色镇定的血袍人 大惊失色起来 不及多想地急忙一催促血云 就向不远处的蓝色的通道 击射而去 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 手指闸刀的对方 显然不是他能够抵抗的了 可是血袍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到了此时 这五龙闸才开始真正露出了獠牙来 血甲傀儡 猛然两手一催法爵啊 空中的闸影突然全都溃散不见了 银色闸刀在一声雷鸣之下 化作五条颜色各异的五爪蛟龙 他们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竟化为五口惊异的巨刃 一颤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而下一刻在蓝色通道入口的上方啊 五口巨刃同时浮现出来 然后向下一落 下方正是堪堪飞到跟前的血云 这血袍人一见巨刃临头 脸色一变 身上血光大放 就准备施展什么神通出来 但就在这时候 五口巨刃 木然向外一扭 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下一刻 五口巨刃仿佛五扇板门一般 浮现在血云边缘处 接着表面一芒一闪 五片光木银河道般的倾泻出来 一卷而出 寒光森森间 一下就把这血云卷得纷纷溃散 丝毫无法抵御的样子 这血袍人巨色一闪 顾不得再施展什么法术 急忙双袖一抖 同时在一张嘴 一口青色的小盾 一片血色的青纱 和一件圆波 同时喷出体外 这三样宝物光滑万道 气势惊人 一看呢 就是非同小可的宝物 他们一被放出来 化作三层颜色各异的光照 把这血袍人护在了其中 而血袍人不光如此 猛然深吸一口气下 张口喷出竖团精血 接着一台手 一张紫色的浮露 一闪即逝地 没入血团当中了 砰的一下啊 这血团爆裂开来 化为血雾 往其身上一包 一件紫色的战甲 浮信在身上 此战甲精致异常 表面电火流光不定 仿佛不是凡间之物一般 这个时候 寒光已经把所有的血雾 展开到了血袍人的跟前了 几声翠响之后 光幕卷过之下 三层防御纸壶般的 被一切而开 狠狠斩在了血袍人身上 轰隆隆一声 紫色战甲霞光一闪 总算让四周寒光暂时一停 但是也只是顿了那么一下而已 下一刻 五股寒光滴溜溜地 围着瓷甲转动起来 里边隐隐传出了龙吟之声 扑的一声啊 紫色战甲从腰部被一切而开 血袍人纵然有万般神通 面对着仿佛无坚不摧的寒光 也无计可施啊 紫色战甲 已经是他能施展的最大防御的神通了 目光中绝望之色闪过 血袍人身上突然击射出上百道浮露 以及十几件 适样各异的宝物法器 但是爆裂声连绵一响啊 这些东西就在寒光中 纷纷被搅得粉碎 一声惨叫过后 血袍人身形就被五股寒光湮灭了 连元神都未曾能逃出来分毫 远处的血甲傀儡间的此幕 目光中闪过冷色 自语了一声 哼 虎龙闸最大的威能就是锋利无比 竟想用宝物应当此闸的威能 这些自寻死路 说吧呀 他单手往虚空一抓 远处五口巨刃一阵的嗡鸣之后 化作五条蛟龙光影飞射而回 最后这五条龙影 在傀儡头顶上一具光滑大放的 又凝成了那口银灿灿的闸刀 一落而下 血甲傀儡眼中喜色一闪 抬手就想接过此扎刀 但是目光中忽然神光一暗 身子晃了几晃 差点从空中跌落下来 但好在灵光一闪 身形又马上站稳了 其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叹了口气之后 再次伸手 一把把悬浮到身前的银色闸刀 抓到了手里 单手往闸刀血亮表面上轻轻一浮 顿时一阵嗡鸣声发出 傀儡若有所思地自语了一句 此霸过人为力奇的 但消耗神念之大也时时非同小可 看来下次动手一定要速战速决了 这个时候 远处天边忽然是阴风大起 一片黑云在风中黑压压的压了过来 转眼间笼罩的大半天空的黑云 到了血色傀儡的面前 数名高阶妖物 驾驭着一团团阴风 从空中跳落下来 站在了傀儡的身前 纷纷面露恭敬的样子 傀儡手中闸道一晃 化作一道红云 没入袖口 开口问道 我让你们办的事情 做好了吗 一只僵尸般的高阶鬼物 小心地说道 大人放心 我们已经办妥当了 只等大人爷进入里面 立刻会用大阵 把附近全都封死 就是有外来者 侥幸从大人手中逃生 也无法马上逃之夭夭的 足可以困住一时半刻的 嗯 哼 一半的人跟我进去 一半的人马上布阵吧 那些人纵然已经 把鸣雷兽引开了一只 但是绝对想不到 看守神辱的并非一只 而是雌雄一对的 血甲傀儡抬头 望着空中重重的阴云 看了一眼 冷笑着说道 这名鬼物 似乎神志不低 迟疑地开口 啊 明雷兽虽然是当年 贵族长老留下来看守的 但是身上没有带 接引领牌进入此地 恐怕我等同样会被此兽攻击的 放心吧 那些人既然走在前头 里面的雷鸣兽 就算攻击 也应该先攻击他们 我们只要偷偷跟过去 暗中下手即可 原本有五龙闸在手 我不过也只有一半把握 对付这几个人 现在有这只明雷兽相助 他们若还能逃的性命 反倒奇怪了 至于另一只明雷兽嘛 被引开也就被引开了 若非如此的话 这几个人又怎会自行进入死地的 在外面动手击败他们并不难 但要真正灭杀全部 可是千难万难的 其他鬼物听了 顿时不再说什么了 薛家傀儡又想到什么问道 被只追出去的明雷兽 也不能忽视 派人暗中追上去 若是那人很快被吞噬掉 或者另有什么变故 让明雷兽返回 马上用万里福提醒我们一二 大人放心 已经派出我们最慎常隐匿的 顿数的白鬼远远地跟过去了 绝对不会耽误什么事的 白鬼 就是那个 面对最厉害的外来者 只损伤掉一条胳膊就逃掉的那个人吗 不错 正是他 若是此女 的确应该不成问题 好 我们动身吧 外来者应该进入神池之地的地下宫殿了 好 是 所有鬼物肃然答应 顿时 几名鬼物当中 三人跟着薛家傀儡进入了蓝色通道中 而剩余的两名高阶鬼物呢 则仰天一声长啸后 从附近黑云中 纷纷涌出无数的骨架黑影 鬼气之声 大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桑子演播的凡人修心传 西马拉 韩力单手一挥 顿时七八道金湖在雷鸣声中接连地向后击舍而出 目标正是其身后百鱼杖处 那里正有一团银湖闪动不定 正是一条追出去不知多少万里的那只鸣雷兽 此兽一见金湖激来 不但不惊怒 反而露出兴奋之色 一张嘴顿时一股银霞席卷而出 树道辟邪神雷一接触银霞呀 立刻无声地被一卷击中 然后鸣雷兽大口一张地倒吸而回 甜甜大嘴 轰隆隆几声低沉的闷响从此兽腹中传来 鸣雷兽目露欢喜之色 那仿佛吃下了什么人间美味似的 也就是如此啊 含力趁机背后双翅用力的一扇 化作了一根金丝一闪不见了 几个闪动后 瞬间出现在数百帐外 暂时把此兽拉开了一段距离 而鸣雷兽见此并不着急 口中一声滚滚低吼 四肢银湖缭绕 才奋力地脊椎而去 含力不用回头 也知道此兽的所有举动 同样的动作 此兽在这一路上 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遍了 此兽的顿速之快 比它全力飞顿下 还快那么一线的样子 即使拉了开点距离 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又会被它一点点慢慢地追到身边处 接着此兽就会不客气地开始 远程攻击 一开始呢 此兽张口喷出一道道银色雷弧 威力惊人异常 但是 韩力身怀辟邪神雷 和有雷袍护身之下 轻松异常地接了下来 鸣雷兽一见此情景 当即口中雷电一停 放出一道道青色的爪芒 这些爪芒啊 还是只有八张大小 但一离开 寿爪没多远 立刻在破空声中 化作杖许般那么巨大 树根爪芒一抓之下 甚至连附近的空气都被一吸而进 让人产生逃无可逃的 诡异的感觉 要不是韩力背后的风雷翅 也非同小可 可以短时间 把风雷两种顿速合二为一 恐怕这一击之下 就要丢掉大半小命 也就是这样 韩力也是惊险万分 在爪芒变化多端的攻击下 数次差点挨上一击 甚至在前不久的一次攻击中 只是被那爪芒扫中了钉点 立刻吃了一个不小的苦头 多亏了白发美妇 所给的乾坤帆 果然是神妙万分 变换出一个巨大的太极图 吸收了大半的攻势 但就这样 也让韩力背阵的 怨甲碎裂 雷袍溃散 体内的元气损伤了不少 如此一来 韩力哪还敢让此兽 接近半点 只能在对方要追上的时候 不停地释放辟邪神雷 暂时迟缓对方的追击 而鸣雷兽在不断地吞噬辟邪神雷之下 似乎也不急于灭杀韩力 只是弃而不舍的紧追不舍而已 如今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韩力带着此兽飞出了灰色山脉的边缘处 而且越顿越远 这也是他法力远比铜节深厚的原因 那外加上精通顿术 和有大量的辟邪神雷 这要换作一名化神 甚至炼虚级存在 早就被此兽追上 一口吞掉了 怪不得六祖等人都认为 他当诱饵是凶多吉少呢 前面为了破除明和禁止 韩力已动用了不少的辟邪神雷 而没有了此神雷的牵制 六祖等人自然认为 他没法支撑太久的 韩力一边不停地 小心身后的明雷兽 一边暗暗地估计 六祖等人应该已经破开禁止 无暇顾举自己了 韩力开始思量脱身之策 这普通的办法 绝对摆脱不了身后 这只可怕异常的妖兽 他唯一的倚仗 就是身上的数十颗雷珠 两种新炼制的福禄 以及杀手锏 成熟体的弑金虫 前两种东西都是消耗品 是原本准备用在六祖等人身上的 后一种呢 一旦动用神石大损 不到生死一线之时 同样是不好使用的 韩力目光闪动不定 心念飞快地转动着 上百上千只试金虫 他无法驱使对敌 但是放出几只骚扰一下身后的鸣雷兽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他也不需要把此兽如何 只是让其顿速稍慢 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为了稳妥起见 更要配合福禄 配合一二 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 韩力苦思冥想之下 终于想出了一条勉强可行的办法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神念瞬间沟通了暗藏身上的灵兽环 轰得一声几声啊 韩力又一次放出了辟邪神雷 明雷兽身形暂时一顿之后 绣袍一抖 三朵金花击射而出 那正是三只成熟体的士金虫 这明雷兽刚欣喜地把几道金壶 吞入腹中 一见三只金色的甲虫分来 正了一正 似乎随不在意的一张嘴 一道银壶喷出 一晃又化作三道弹射而回 分别击在了金虫上 结果三声霹雳之后 金虫在雷光中被淹没了 但下一刻呀 这明雷兽的一对金色的眼珠子 闪起了亚人之色 只见雷光一脸之后 这三只灵虫非但没有化为灰烬 反而体形一下狂涨了数倍 有些猙獰地奔着此兽扑来 这明雷兽虽然灵智无法和一般人族相比 但是能令到这个地步呢 神智自然不会低到哪儿去 它一见此中有些诡异 当即不再大意 一只缭绕的电弧的爪子虚空一拍 顿时三道青色爪芒一闪地飞出 狂涨巨大之后啊 迎头斩在了金虫上 一阵刺耳的尖鸣声 爪芒爆裂开来 青芒一下把金虫淹没在其中 一团团惊人凌风四下散开 天地元气都被一吸而进 附近空间呢 仿佛塌陷了一半 鸣雷兽似乎对这一次攻击信心十足 也不再看攻击结果了 身上银湖一闪 就要再次弹射而出 急迫寒厉而去 但是嗡嗡的几声从青芒中传出之后 让此兽神色一呆 目光中露出难以置信的 拟人的表情来 只见青芒中点点金光一闪 三只金色的飞虫飞射而出 几个闪洞扑到鸣雷兽身前竖杖 他们身上金光灿灿 哪有丝毫受伤的样子呀 这鸣雷兽真是吃惊了 但这也激起了他心中的几分凶狠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